当地时间7月10号在美国旧金山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金融市场投下了一颗核弹 鲍威尔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发言 他表示在我们6月的会议中 我们暗示过鉴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 和美国通货膨胀趋势的压力 我们会采取合适的行为维持现有的发展 其中鲍威尔明确表示了受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 和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美国经济前景在近期没有出现好转迹象 市场和媒体普遍认为鲍威尔的言论 表明美联储极有可能在7月降息 降息概率是99% 环球金融家探访了数名资深交易员 他们表示此次降息最为重要的是 这是10年来美联储的首次降息 在10年前美联储开始了收紧货币的动作 在10年后的今天 美联储重新开启了降息周期 许多买入了黄金 欧元 股票等交易员 在鲍威尔讲话后非常开心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终于有可以吃肉的时间了 在讲话公布后 股票 商品等风险 资产出现了大幅反弹 美股纳指和标普皆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标普500升破3000点 欧洲股市亦跟随美股反弹 A507只和离岸人民币直线冲高 全球主要商品全线飘红 其中原油的价格大涨 而黄金价格快速反弹 关于鲍威尔的讲话 已经明确表明了 美联储将要降息 这对于趋势交易者来讲 是一个极为难得的讯号 对于下半年金融市场的基本走势 交易员们大多比较坚定 美联储将开启降息 唯一大家有争议的地方 在于具体的降息时间和降息幅度 但是大事难得 现在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周期 可以展望 未来的三到五年 宽松通胀 可能伴随我们的生活 并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何保卫自己的财产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利用好这个降息的大势 为自己盈利 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 你是如何思考的 欢迎留言 说出你的指挥观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感谢观看